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柔佛总警长古马今天召开记者会交代 六岁女童廖家汇在新山失踪案的最新调查进展 她说早前被逮捕的两男两女嫌犯 预料将会在明天扣留期结束之后获得口头保释 至于另一名31岁男嫌犯的调查工作现在还在进行中 古马强调那五名被逮捕的嫌犯跟小女孩 或者小女孩的家人是完全不认识的 不过针对有人怀疑涉嫌拐带廖家汇的 可能是盆武捷活动的工作人员 因为男嫌犯当时就是穿着活动的衣服 那古马解释那件衣服是活动上就有售卖的纪念品 虽然男嫌犯穿着活动的衣服 但不代表他一定是活动的工作人员 至于失踪的廖家汇最终安全被找回来 古马也在记者会上感谢社会大众提供情报 协助警方及时破案 同时也证明柔福警方保卫人民安全的实力 柔福总警长古马今天在记者会上说 警方非常重视追寻失踪案 也还在调查廖家汇到底是怎么样从新山被带去 雪州巴东家里的过程 他呼吁社会大众让警方有时间进行调查 同时不排除会再逮捕其他嫌犯来驻查 当被记者问到早前柔福警局被凶土攻击 现在又有小女孩失踪 柔福治安是否已经亮起红灯呢 古马反驳从警方安全找回廖家汇足以证明 柔福警方有保卫人民安全的实力